好,那我問一下這個委員 有關於我們剛剛有講到的 這個四個堅持的部分 好,那麼其實是這個朱立倫 因為朱立倫在這個蔡英文提出四個堅持之後 他又提出了四個捍衛 但現在民間老實說 這其實是四個沒有 包括給中國的回信沒有中華民國 對於習近平要和平統一 國民黨沒有反對 共機不斷闖我防空識別區 然後國民黨黃復興黨部主委說 不算擾台 國際活動賽事遇到中國打壓沒有聲援 反指責被欺壓者的不是 好,這個部分你又怎麼看 這個命題很簡單 當我們國家的代表就是總統 在國慶日上向全世界宣告 我們要捍衛台灣自由民主的憲政體制 有沒有人反對,沒有吧 國際上也沒有人反對 然後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該反對嗎 這不能反對 這反對我們國家存在基礎就沒有了 然後我們國家的主權不容侵犯 也不用反對吧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台灣的前途 由我們兩千三百五十萬人共同決定 不用中國那十四億人 連自己國家投票權都沒有的十四億人幫我們一起決定 沒有人反對 沒有人反對 可是全世界就有兩種人有意見 第一種人叫做中國共產黨 拼命有意見 然後呢 很遺憾的我看到馬上跳出來有意見 馬英九說這個違憲喔 不愛中華民國乾脆辭職下台喔 馬英九跟朱立倫就要拼命證明自己 在這四個堅持裡面 我有所不同 為什麼 為什麼一個對台灣這麼基本的共識 百分之八十四的民調 甚至於如果你把那個不願意表態的扣掉的話 九成以上的主流民意 支持的四個堅持 只有你中國國民黨跟中國共產黨 航瀉一氣 我反對 為什麼 然後你這個政黨拼命告訴大家 不要扣紅帽子 我覺得現在國民黨這些鷗狼 對不起像民嫌這些 在基層努力的國民黨的一些公職人員 人家頭腦反而比上面這些權貴清楚 那至於他講的什麼 四個保護是什麼 他其實只是要拼命的證明那四個堅持 他不走進去 因為走進去會得罪習近平嘛 那如果真的硬要講 真的他講的沒有在哪裡呢 共激老台 或者中國阻撓我們參與國際社會 或者習近平在二零一九年一月二號的 告台灣同胞書的四十週年裡面講的 用一國兩制來實踐所謂的九二共識裡面的一宗的方案 國民黨有沒有表示過任何意見 沒有 對啊 習近平不用講半句話 馬英九在國慶日當天竟然說 我有看到習近平的善意 看到幾個快 看到習近平的善意 所以拼命的國民黨有一群權貴 不知道出於什麼樣的意識形態 或個人的利益 拼命的要把台灣往火坑推 拼命把台灣往中國這個火坑推的這群人 家裡面不是有楓葉卡就是有綠卡 移民沒有錯 我不反對任何移民 台灣本來就是一個海島的國家 移民到任何國家的人 我都覺得是冒險犯難的精神 尊重他們 可是你不能一方面你的家人都移民 一方面要把我們兩千三百五十萬人 老老少少全部丟進去一個中國 真正的不道德在那裡 所以要反駁的這些國民黨的網軍 先搞清楚 沒有人反對移民 我們的台橋在美國很可愛啊 貢獻很多啊 可是如果你一面把自己的家人 都放在其他國家 一面要把我的家人放在北京政權下面 我不知道別人怎麼講 我絕對 我不能接受這樣的情形嘛 所以你剛才講的 朱立榮拼命的順從習近平的體貼 那種體貼來自於哪怕他主席還沒就任 就跟中共協調好 你發賀電我會回賀電喔 共產黨跟國民黨 合力來反對台灣獨立的主張 台灣主張台獨又不違法 然後呢 回信我們以前到現在都一樣 中華民國會拿掉 那一份體貼 為什麼不用在台灣的前途上面 所以 剛才講公投 我真的期待 公投其實不是藍綠的問題 可不可以想一下國家的利益 可當朱立倫 簡化成什麼對政府的信任跟不信任投票 他就在逃避他自己的雙重標準跟不堪辯論 他在逃避用政黨惡鬥來處理一個這麼重大的國家議題 否則你看看 藻礁的部分 環保團體很多都已經接受這些方案 而且雙重標準在哪裡 國民黨的標準是提案232公頃 卻去反對現在民進黨拼命減少為23公頃的方案 而且原來國民黨要挖的工業港250多公頃 現在民進黨版本是零公頃不用挖 全部往外推 我可以一些細節這樣講 但是如果你從這裡面來看 就看到一個團體叫做中國國民黨 自己做過的是完全在破壞藻礁的 卻現在回過頭在修理現在藻礁的改善方案 然後我作為一個南部的立委 我必須要講 北部的藍煤發電廠用的都是新的機組 你知道中南部的發電廠都用什麼機組 然後藻礁已經照顧到藻礁 保護到藻礁生態 而且破除了很多謊言 也花了大錢往外推 只是為了讓天然氣進來搭配綠能 讓北台灣 不是南台灣 讓北台灣的能源供應不欠貴 對這時候南部燃煤發電 供應北部的壓力減輕之後 我們可以少少一點煤 讓中南部的空氣好一點點 我自己在空軍的運輸機大隊 你拉上去飛 你光看天空顏色就知道是中部南部 還是北部了 北部的空氣其實比中南部好 所以我在講 藻礁公投這件事情 謝謝這些環保團體 願意溝通的環保團體 我看八九成都贊成這個方案 現在只有國民黨跟唯一的那一位 一直在推 然後呢 我們中南部其實 反而對藻礁公投這案子 要看在眼裡面 那樣沒過 天然氣不進來 北部供電沒有穩定的供應 經濟有影響以外 我們中南部的煤就要繼續燒 憑什麼 憑什麼要犧牲我們 然後成就你們的政治惡鬥 核四那個就不要講了 誰家喜歡 先告訴我核廢要放哪一個縣市 大家大家投 至於美豬的部分 我們已經講過N次了 這不會進來的市場機制 卻讓台灣可以走出去 讓我們的中小企業得到國際空間 台灣在國際的關係上 去除非關稅型的貿易壁壘 誰當總統哪一黨執政 其實的主張差異不大 否則馬英九2012年為什麼要開放美牛 萊牛 萊牛的萊不是毒 萊豬的萊才是毒 然後萊牛的萊量那麼大 萊豬的萊量那麼小 所以我認為這些都可以好好討論 那看電視的所有的好朋友 企業主勞工 把這件事情想清楚之後 要倒共 因為這不是進黨的問題 這是國家的發展 民間的政策 空氣的物量 跟我們國際做生理市場參與公平 人關稅是臨我們的關稅5% 就在這裡 所以這是每一個人的事情 那國民黨只要照實講 大家要好好辯論 不要再造謠 那這個公共議題我覺得值得辯論 值得討論 你們 分享